我是因为是后来的 没有和大家一起经历十一期的回忆 所以呢 只能讲讲我加入这个大家庭之后的感受 当我知道要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我以为就和我以往 知道的那种讲述历史的节目一样 无非就是坐在那上课 学习学习历史人物和他发生的故事 但第一天我来的时候呢 看到了年轻的社员们 除了上官喜爱 其实其他的社员们从来没有私下接触过 哈喽大家好 我叫孙瑞 当时啊非常紧张 有点担心 加入后肯定很难融入进去 第一天的录制呢 迎来了历史小考 这对于一个历史浅薄的我来说 真的是当头一棒 我紧张地手心直忘喊 非常小学生做我 但是呢 当看到韩哥可哥进来 和我们嘻嘻哈打成一片的时候呢 我紧张的心情瞬间就放下了 哦耶 她的名字叫孙瑞 跟上海其位是好姐妹 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答不上来提生气 反而给我们耐心地 科普了每道题的由来 还会说在咱这儿学会了 出去可没人教你哦 还会关心我们的生活 遇到好看的秀 会在结束之后 在群里鼓励和表扬大家 社员们呢 也并没有因为我后加入而产生什么距离 私底下呢 一起分享好吃的美食 分享好看的摄像片 用什么相机拍出来的 各个休息室 串串门 唠唠嗑 讲讲八卦 有很多很多快乐的回忆 所以呢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非常值得 学会了一个一个历史上优秀的女性人物 和她没有被史书上仔细写出的故事 又以这种新颖的模式 让人物呈现给屏幕前的观众 还认识了这些 只有这么落地海技能的伙伴们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 能和大家相处快一个月 我真的很幸运也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